往年就是有很多观众啊会分析就是几个导师的座位 谁是挨着谁坐的 谁是在边上谁是在中间的 你分析一下今年这个座位为什么是这样拍的 从你的角度分析一下 从我来到这个座位有一些使命感 因为哈林哥离开了 所以这话说的离开了 这话说的有点奇怪 所以我的话要变多了 我要变成好像要 有时候娜姐讲的差不多的时候 我要说您的梦想是什么 或者是请你做出你的决定 要开始拉着根线了 要有一个主持人就像你现在这样 要带节奏的 所以这个压力很大 不过我觉得大家都表现非常好 我相对就变成你去年的那个状态 对对在那边 去年他坐在那儿 他不怎么讲话 对没错 今儿上身了 但是你有点 你坐在那个位置 使命感很强 对对对 你要扮演一个综艺主持大咖 好险有欢歌在旁边 哇这个一下来 非常的顺畅 批发然后访问这样 觉得 总得配合一下 所以基本上可以判断出来 这边这个位置是拉线的 那边就是留给新人的 好酷喔 怎么看 好